大家好,我是罗宾大叔,今天是2023年4月13日,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,那今天还是讲关于美国签证的话题。 有一个江湖传言,就是美领馆,各个美领馆,它的签证通过率是不一样的,有的领馆,比如说像广州美领馆,它的通过率会更高,那有的领馆就会更低。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呢,仅仅就是一个传言,谣言,还是确有其事呢? 首先呢,先说一下疫情前啊,疫情前各个领馆的通过率其实是差不多的,根据我这边的总结和整理呢,各领馆的通过率不会有太大的差异,顶多有些微的,比如说12%这样的差异。 但是呢,疫情改变了一切,疫情之后呢,各个美领馆的通过率确实有较大的不同的,但是呢,这仅限其中的一个臭名昭著的美领馆,就是沈阳美领馆。 沈阳美领馆的通过率是明显低于其他三个领馆的,低于北京,上海,广州总领馆。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啊,或者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? 今天就想来稍微分析一下,谈谈自己的见解啊。 首先呢,美领馆现在申请签证啊,它还是有一个领区概念的, 你人住在哪里,或者说你的常住地,你的户口在哪里,你最好呢,就去这个领区申请啊。 当然这不是一个硬性的要求,不会说你比如说你住在上海,你去北京申请美签, 人家就直接拒签你说你不该来这里申请,这个没有一个硬性门槛。 但是呢,在名义上会有这样的一个划分,上海美领馆主要就是分管上海,安徽,江苏,浙江, 主要是包邮区的这些申请人的美签申请。 那广州总领馆呢,管的是福建,广东,广西,海南,还有河南,湖北,湖南,江西这些地方啊。 沈阳总领馆呢,就是东三省啊,黑吉辽,黑龙江,吉林,辽宁。 那剩下的所有的其他地区呢,都是归北京啊,驻华大使馆管的, 北京,天津,甘肃,河北,内蒙古,宁夏,青海,山西,山东,陕西,新疆,重庆,贵州,四川,云南,西藏, 这些地方是归驻华大使馆,也就是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管的。 再说一遍啊,这个是没有硬性要求,但是呢,基本有这么一个划分。 所以呢,一般来说啊,我们美签申请人呢,也是一个就禁原则。 就是你住在哪里,你就去哪里申请。 或者说呢,你住的地方离哪个领区比较近,你就去哪个领馆申请。 比如说在上海的,一般都是去上海总领馆申请, 不会舍近求远啊,去到广州啊,沈阳啊,北京啊,不会的。 那北京的申请人呢,一般就是去驻华大使馆北京申请。 那如果离得比较近的,比如说你是在天津的,那肯定是去北京申请。 如果你是住在深圳的,你肯定是去广州申请,基本就是这样的。 大家都是本着不会舍近求远啊,不会去特意跑很远的路申请, 除非你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理由,才有可能这么做的。 比如说这边档期实在约不到啊,广州这边已经排到了年底了。 那我又有比较着急的事情需要去到美国的,比如说探亲也好, 办事也好,商务目的也好啊,不管怎样,比较着急的。 那我可能会跨领区,去到另一个领馆去申请美签。 现在呢,可以把我们的视角带入啊,签证官他们的视角。 这些签证官呢,他们一般会在一个领馆呢,待一段时间, 不会太久,比如说不会待个四五年,但是待个半年一年是一个常态。 所以呢,他所面对的这些申请人呢,基本就是来自于当地,来自于附近地区的。 所以呢,他会被这些申请人的基本盘所左右,或者说他接触的人呢,都是附近的人。 这些申请人的基本盘呢,就决定了他这个人是比较放松的,比较放心的,还是比较有戒心的。 比如说啊,刻板印象来说,就像上一期节目讲到了这个地域歧视啊, 对于地域的刻板印象,其实对于美国的签证官也是有很大影响的。 就比如说有些地方我们一提到就觉得都是骗子, 有的地方一提到就觉得,哎,都是会不择手段要去美国的。 有的地方一提到呢,就会觉得是大忽悠,满嘴跑火车,瞎话张嘴就来。 那这个呢,并不一定是适用所有的人,不一定真的有道理, 但是确实会对签证官的他的一个心态有比较大的影响。 再加上呢,确实有的时候啊,不能说是歧视,只能说确实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比较高。 签证官被骗的比较多,被忽悠的比较多呢, 他就会有一种挫败感,或者有一种愤怒感,最后呢,就转化成为比较强的戒心。 他在面对申请人的时候,总是用一种非常警惕,非常审慎的状态来面对, 时刻觉得会不会他要骗我,觉得他说的全是假的, 他提交的材料全是PS出来的。 那如果这种心态比较多呢,他的拒签率自然就会比较高。 那在这种过程当中,有一些人呢,其实他确实就是骗人的作假, 他被拒签一点也不冤枉,但是有的人呢,确实条件也还不错, 提交的所有的材料也都是真实的, 跟签证官的沟通呢,也是比较实诚的,也被拒签了, 那只能说是被前人挖的坑给栽进去了。 对于签证官来讲,他如果是在沈阳领馆的, 可能平时接触的忽悠多一点,满嘴跑火车多一点, 所以他的戒心就强一点,他就更容易拒签那些他看上去觉得可疑的人, 其中当然也就包括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, 本身明明就是条件不错的这个人, 从而造成总体而言,沈阳领馆他的拒签率是偏高的。 那这个话题呢,我觉得还可以继续扩展一下, 扩展到全世界啊,先提一个问题啊, 大家觉得全世界各个国家, 他的海外美领馆的每签通过率, 它是一样的呢,还是有较大差异的呢? 其实如果你认同我前面的说法的话, 你就可以得出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啊, 不同的海外美领馆, 他处在不同国家的美领馆, 他的每签通过率是有巨大差异的。 举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啊, 在日本和韩国的美领馆, 他的每签通过率就有较大的差异, 就同样是来自中国的, 比如说中国的留学生, 或者来自中国的这样定居的人啊, 就是属于中国国籍, 但是在日本或者韩国是有居留权的申请人的, 申请每签的通过率在日本就很高, 在韩国呢就是明显要低的, 而且呢日本的签证官, 他就会很和蔼,很nice, 但是韩国这边的签证官呢, 一般而言都是非常凶, 非常严厉的, 一言不合就拒签, 就反正就对你很凶的这种感觉啊, 那这个呢其实也可以理解, 为什么, 就是在日本的人呢, 可能忽悠的比例比较低啊, 作家的比例比较低, 那在韩国呢可能相对这种比例更高一点啊, 这个可能涉及到确实什么地域歧视啊, 政治不正确的话, 当然无所谓, 反正我说了就是说了, 大家也都知道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, 没什么可以讳言的, 你如果在日本申请, 他就是高, 那前提是要有你有日本的身份啊, 你是留学生, 你是移民, 那在韩国呢就相对要低很多, 这个也不能怪他们, 这是不同的签证官, 在不同的国家面对不同的环境, 面对不同的申请人的基本盘, 所形成的一个条件反射式的一个通过率啊, 或者说条件反射式的一个手踪手紧, 那对于我们申请美钱来说, 有什么可以做的, 能够尽量的来解决这些问题, 或者改善这些问题呢, 首先第一个就是选好领区, 你如果属于这个领区的, 你就尽量前往这些地方, 尤其你如果你是住在北上广省的, 就是你是当地的居民, 当地又有美领馆大使馆的, 那就尽量不要跨领区, 你就在当地申请, 那如果要跨领区申请的话, 比如说有不得已的理由, 你要去跨的, 你比如说你是住在浙江的, 或者你住在江苏的, 比如说苏州无锡的, 这些离上海美领馆比较近的地方, 但你要前往北京去申请, 最好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理由, 举例来说啊, 上海的排期太久了, 我有急事要去美国, 要去商务出差, 或者要去探亲, 比如说亲戚或者直系亲属, 得了疾病需要去探望照料的, 或者有其他的比较着急的理由, 那我需要快一点申请到美签, 这也是可以的, 还有就是你在面对签证官的时候, 尽量真诚一点, 因为签证官他非常讨厌被骗, 也非常讨厌被忽悠, 所以你可以表现的真诚一点, 但是也别太实诚, 这个度比较难以把握,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, 比如说男性朋友和女生在相亲的时候啊, 你可以对他真诚一点, 比如说告诉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啊, 收入多少, 存款多少, 有没有房产啊之类的, 但是呢, 你也不需要实诚的告诉对方啊, 你小时候经常尿床, 这种糗事, 你也不用这么实诚, 就是真诚和实诚的这个度, 要把握好, 那如果你一定要做假, 你觉得自己条件实在太差了, 一定要做假, 提供假的材料或者假的资料的话呢, 第一呢, 你要做好被拒签, 甚至被永久拒签的觉悟, 第二个呢, 如果你万一有信通过了, 你要一辈子对得上口供啊, 不能前后有差异, 否则到时候被追溯出来, 又有大问题了, 好吧, 当然这个不太建议啊, 我本人还是比较建议, 你就真诚作答, 这样是最好的, 好了, 那如果对于美国签证, 加拿大签证, 或者湾努阿图绿卡, 湾努阿图移民有兴趣的小伙伴呢, 欢迎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或者电报付费咨询,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, 就先到这里, 我们下期再聊。